不要萬億人公道 還我民主規劃 縱使言論自由被打壓得很厲害 但是目前香港名義上還是一個法治之區 我們希望用勝於香港僅有的空間 去為我們的理念立喊 我們都在2018年經歷了這麼多 覺得社會倒退 我們的政治民生都是倒退 接下來我們看不到2019年會有一個希望